《啤梨晚報》 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回到第三次的啤梨晚報 我們先講一下本地新聞 講到本地新聞之前 我首先要向大家承認 上星期五我下班的時候 我和我老友大隻Dude 駕駛車去北海街吃東西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北海街 這裡是上海街 轉到北海街 北海街走前一點都仍然是北海街 就是廟街的大牌檔 就是東菇亭 我們在東菇亭 外面吃東西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著車 車在隔壁 對話很清楚 當然可以看著車在隔壁的東西 我要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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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說 對於那些女生的年齡 我是有誤判的 我說他們是18至21 是 我現在要這樣說 在車轉彎的左邊 是有兩個樓梯口 一個樓梯口 其實它沒有那麼小 我想是有21至25 至於另一個樓梯口 而不是我所說是18至21 但是呢 在我轉彎後 右手邊 我認為是 不會超過20歲 近距離 很清楚地看 有沒有最後報告 當然沒有 我都不會做這些事情 好了 我覺得呢 那一晚呢 我們吃了什麼 我真的很喜歡坐隔壁的食物 上個星期五 我從小到大都是坐隔壁吃東西的 我真的很喜歡那種感覺 那 我吃了一個露水平盤 擦了一個豉油黃炒麵 接著就 有一個粉絲集菜煲 真的粉絲集菜 什麼都沒有 那 有杯凍奶茶 兩杯這樣 都二百九元 你不能夠說它貴 又不貴 你百多元一個人 但是不是說便宜呢 其實都貴貴的 我想想想 你通常老水平盤都三四元 要 但是那個粉絲集菜煲可能 七十元 那就二百元 那 石油黃炒麵 四十八 就二百五 喝完兩杯就二百九 好好計 那二百九 那 食味就是一般 但是氣氛就好的 我希望廟街可以繼續往往去 雖然他們說現在剩下七八千人 但是嘗試你不搞的東西 嘗試你七八百人都沒有 以前沒有關係 你幫人走 因為現在社會不同了 你一定要靠遊客 因為以前我們小時候 我和阿大職都 林匡正那一代應該沒有 你有沒有去廟街那些做衣服 不會的 沒有的 我們是會去廟街買 現在是遊客買那些 I love Hong Kong 但是我們那時候真的會去女人街 我們小時候 真的會去女人街 去買衣服 衣服 然後做下服褲 你知道下服褲又說反腳 又說要修改褲 西裝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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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呢 即是你本地人 你說有錢也好 很多選擇也好 你隨便去G2000 或者很多 很多 去荷里活 很多 你不用了 現在有些很多 甚至乎和你改賣的 即是衣服也和你改賣 你又好像好過做 所以你一定是靠遊客 好 好了 星期六晚有個四歲女童 在九龍城 這一個 余浩滿 我當然知道在哪裏 沙浦島 因為我常駕車放在下面 因為我其中一間以前 經常吃的麵當 王明基 她搬了沙浦島 因為以前 就在前面那條 叫做 不記得了 前面那條 沙浦島前一條是甚麼 不是 沙浦島前一條是甚麼 沙浦島前一條 不是打官邸 是再前一點的 那 有個四歲女童倒外加通浴缸 那 大佬發現了八歲的大佬 OK 立即叫Mime報警 那 車去急救 一到危台下 醫生發現 那個女童 即是浸到危台的女童 全身有傷痕 現在警方 星期六 就立即拘捕她媽媽 好了 今天就過了堂 押後到四月十八日再去信 不讓她回家 現在的小孩子就被親戚去照顧 要交出內地的旅遊證件 這也是報道這樣說的 那些是尊財 我就是想問 喂 第一 她是家庭主婦 她最多是女工是專材 內地旅遊證件 那你沒有本地旅遊證件 如果沒有本地旅遊證件 他住在那裡買一樓 或者租一樓 他仍然是拿著內地證件的 那我也挺懷疑 她是否有可能是專材 嗯 我也懷疑 是不是可能是 OK 那當然 可能她還未夠七年 但如果未夠七年 你這樣合家移民 你又不是說 我不知道 你又不是說 有甚麼團聚 又住這些豪宅 我真的很懷疑 專材這個計劃 不是現在有的 其實是很多年 現在擴闊 是不是那些專材呢 好了 這件事 又不需要看得到這麼嚴重 兩個大哥 一個八歲 一個六七歲 都沒有提及到 身體沒有傷痕 是否弱到那個女兒呢 還是 其實那個女兒是危 有時有些打 有時打一下她 小小打都不行 但是只看這件事 老實說 好在沒事了 我會死 你老母 在浴缸到 你浴缸你四歲 你老母 和我大哥 老母和我女兒洗澡 我大哥在那裡擦牙 跟著她老母離開了廚房 那個大哥 拆完就走了 你有沒有可能 你三四歲的小女兒 一個人在浴缸裡 是吧 只是這件事都好 令人懷疑 是吧 好做大哥呢 回去的時候 發現我妹妹 喂 是不省人事 養我在浴缸底部 那你不放好滿衛術嗎 嗯 是吧 喂 其實真的要查這件事 現在她似乎 是查她身上 那個乳箱 我不知道那個乳箱是怎樣 但是對於兒童 我覺得 我又不會因為她是大陸下來 用內地的樓證件 喂 真的 你如果一眼都看 我總是覺得 是一眼都不看得漏的 你養著小孩子 大家透過小孩子就知道 好了 好了 另外 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 河貝街 河貝街 尾泉灣 45號一層唐樓的三樓後樓梯 發現有個男人 33歲說很年輕 死了 探完調查後 發現上述有個單位 喂 有兩名懷疑是和案件有關的女子 懷疑這個是個 白斤斗 而男士主是吸毒後暴斃 接著被人拖到後樓梯 所以你說 你說多嚴重 吸毒 上次在上水也是這樣 其實吸毒都迷了 你正常來說 有人出事 你就報警 最多是吸毒 你不是販毒 又不會有大罪 再不是的 你肯一點 不想被人知道 當然是有分屍 刮地埋屍等等 做這些事 不是的 拖了去 拖了去 上水也是這樣 丟在草地上 這樣就不拖了 看不到 上次 睡在迷 是的 喂 這些人是迷了 所以毒品真是嚴重的 警方就說 案件列為 屍體發現和床有工具可吸食毒品用途 男士主33歲 任職地盤工人有吸毒習慣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所以 我真的覺得 雖然我好多老友 都覺得 沒甚麼所謂 他們都 甚至乎去歐遊 或有些合適的地方 我們要吃個大麻 我 即是我教授話 我自己都是 我一生都是不行的 不過今天 我都說 講開 也有個好事 今天發生了一件 今天 我去賣煙 你收多少錢 我都要吃 我說 給我五條紅蟻 我細條紅蟻 兩條大條紅蟻 甚麼是細條呢 細條是二十 一包的 即十包的細條 有些煙是二十五包的 二十五支有一包的 只有八條 加起來都是二百支煙 接著我收 我沒有算錯 這麼少錢 去完 等我好久 整個星期假 我收了一些煙 等我好久 為甚麼呢 他說 特地留幾條 用舊架 我說你不用了 他說 我們要感謝祭 結果我計一計 我是用三千九百二十元 不是啊 我剛才計 總之計了三個零八號七 一支 我一包煙 七十八元 七十八個多 哇 他真是計我舊架 我多感動 明天我下去 看看有部 再買多幾條 等我 要跟他大力宣傳 但是 之後 九百 八還是九百九一條 現在外面是 一百零二元一包 即是 我見到 我也不知道怎樣 那些八百 八十歲 八九十歲 那些 怎樣 一百零一包煙 好了 昨天下週 兩點四個字 咦 不是啊 下週兩點四個字 明天 還是今晚打 故事變黑作 明天 明天 你 主場 都輸二比零 有沒有入場 有啊 但是OK的 那個勢 那個勢是不夠人打的 中國人不人新加坡 唉 老實說 這個才是我們 不是 賭徒最關心啊 不是 這個問題是第一 新加坡算了什麼 第二 你是二比零 嗯 你有沒有二比零 真的輸二比三 嘩 如果是 但是賭徒都關心 那晚你買比加利 你贏得笑 對 好啦 另外怎麼搞呢 你可以搞到這樣 不是啊 你對勢子比利克戈 是不夠人打的 文森那個 勢子比利克戈 是不夠人打的 簡單不夠人打的 你記不記得我們上次亞運 都是輸給去廿四場 是啊 其實那場都是沒得打的 但是 你搏盡 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搏盡 輸都沒辦法 就是你搏盡我們看的 中亞這十年是厲害了很多 是厲害了很多 不是啊 你安打臣 但是 華齋 都仍然是用搶分的心態 即使你們主場輸了 作客 都是要搶分 正確心態先 好啦 中亞是厲害了很多 你是卡塔爾 結果你就看到了 不是有一隊半隊 卡塔爾 伊朗的隊隊都有打 哈薩克呢 那些叫中東 你看哈薩克 沒有接到這兩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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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2時22分 警方直播 說有名男子倒臥 在荷安河北街45號樓梯上 救援人員直播到場 而到場 發覺他釘了 身邊留下懷疑吸食毒品的工具 OK 接著呢 在上次一個單位裏面 亦都發覺有人 已經想到很難看 進去看看 又說要減量吸食毒品的工具 那兩個女人 一個是陳的女護主 49歲 一個姓陸的女人 43歲 你老實說 你後來 女人 當然有很多人君子 我曾說心想普渣入多 看到一些女人君子 是更加可惜的 你看得出他不是仰衰,現在當然是仰衰 你看得出他少年時又不是仰衰,但是不入毒凱 更留意他的樣子 那你才會看到 你以為有些白粉婆一樣會打扮 但已經吸引不到人 進去出來做 這樣就難一點 進去出來做,哪有錢吸引 如果我在我的印象裏面看的,真的出來做都不行 好,另外大家要做餐 兩個馬佬,香港人來 在澳門一間酒店房裏面被人搶了50萬現金 當然是破了案 但現在大家說環境不好、市道不好 甚麼都膽敢死 根據澳門司警調查所知 在社交平台見到有人要搶50萬港幣 當然是華為給四十九萬人民幣、五十萬人民幣 於是乎3月22日去到奧門一間酒店裏面去澳門換錢 其實你自己都這樣 至少九二友去吧 房間裏面有兩個涉案男子 檢算現金期間,數一數錢 突然對方用電槍電擊他頭部和背部 短暫失去知覺 兩名涉案男子用繩綁著他 搶額五十萬逃離現場 嘗試主自行衝綁 向酒店職員求助和報案 事後很快 即使澳門和香港 說我們衛大祖國 那些攝影機等等 發現案件除了錄下CCTV 那兩天之後 根據情報 應該還有兩個同黨 然後呢 亦都發現他們經過關口 準備回內地四個人 該局澳門司法警察局 迅速確定 鎖定他們四個人身份 跟廣東警方警衛及作機制 通過即通報 他們呢 在珠海 案發五個八小時 分別在珠海 東莞 廣州 三地 將四名男子 全部一國不留 拘捕 歸案 所以他們說 這個作案 要逐 逍遙法案 現在不容易 我們不斷思考怎樣逍遙法案 我決定最後做一個守法公民 好 但是大家真的要聰明 你這樣上來 房子上去 你說我真的不想損失機會 你真的自己斥著自己 譬如有單位 有什麼人 大家可以的 你起碼自己的九二九三有 就是 你不能這樣上去 一陣子就下大堂 是吧 好 另外 這個呢 我上次說 警察呢 不要亂說 人家開車 就一定是非法賽車 但是這一單我真的懷疑是非法賽車 首先是這樣說 粉錦公路是相當窄的 其實說公路其實是一條很窄的路 星期三上星期 懷疑有人非法賽車 在這間車房附近的時候 就將 站在路邊的九店長 Elsa 應該是九娜 撞死了 警方回覆的時候證實 同日晚上也接過一個35歲的男人報案 稍後就拘捕一個68歲的男人懷疑危險駕駛 意外後沒有停車和意外後沒有報案 沒有過去非法賽車的 好了 為何會懷疑是非法賽車呢 一會兒我們先說 警方呢 在上個星期三的8點26分 接到報道 說 在 在 同日的凌晨2點49分 都差不多十幾個鐘頭之後 又多架私家車懷疑在粉錦公路近環台山 高速熊仔 我知不知不知道 期間撞到報案人的狗 即是剛才35歲的報案人 是那個狗住來的 之後不顧離去 報案人的狗 其後證實死了 調查之後 警方呢 昨天就拘捕了這個68歲姓余的男子 你都說了 你撞車狗走下去 想要逍遙法外 上星期三 結果星期日都要被逮捕 涉嫌危險駕駛 使用這條罪 現在被拘捕樓調查 案件仍然調查之中 不排除有那麼多人被捕 根據香港動物部及的報道 粉錦公路懷疑有人非法賽車 使用粉錦公路 AGM Motor Service Hong Kong 罕象附近的時候 就將站在樓邊的狗店主Elsa 撞死 其實Elsa你夜晚 凌晨兩三點 你站在樓邊幹甚麼想事 即是可能 因為通常都是睡覺的 可能那些車子吵 又或者見到那些 那些車子真是 什麼 狗主阿Ken回看閉路電視 再上載影片公開事發經過 影片顯示當時至少有七輛車高速駛過 Elsa最少被兩輛車撞到 估計各輛車的車輛起碼是八五公里 而那段路速的限速是五十公里 那段路大家駕駛駛駛便知道 正常說到十八歲 我就不懷疑你是不是非法載車的 要是你照樣 沒可能這麼大輪頭 結果 現在你撞到狗 我不是說狗命不可貴嗎 這些真的是含包產來的 如果每個都八五公里 因為 你會撞到人 你會自己炒車 那條路這麼窄 你八五公里 是快的 不是那麼容易 是甚麼的 屌你老美 原來還要屌你不顧而去 就是很慘 狗主說現在要求涉事的車主 希望去主動聯網 將事件捐錢給香港和香港動物慈善機構 這一個就是上載影片的時候 就是這樣 但是我不知道 可能那時候未想到警方去抓到 那現在 其實 撞死狗 是不太嚴重的事 但是你這樣超速發達危險 駕駛 意外沒有填車 其實 我認為這宗案來講 我覺得要受 起碼要受兩個月 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看看照片 這個 這個是Elsa生前的櫻枝 但是她為甚麼 叫夜媽媽出來 還要出來 還要出來 不在狗頭裡面睡 還是吵那些車聲 嗯 出來看 出來看一看 路有窄 就撞到她 好下一張 這個就是平洗車房的櫻枝 應該是柴 有柴犬的感覺 這個 這個 她也有個位置 是吧 後面那個叫金什麼 人家跟我接過 好媽媽 好 再後面 這個 就現在就抓到了 當日 你想想 撞到車牌 就碎到這樣 碎到這樣 當然沒有 人都沒有 沒有就是狗 WK 4550 或4556 應該就是 不過不要緊 拉到人來已經 好休息一會